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6月15號 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文汪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隨時真你好,早晨 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表情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二台正向報三台 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多謝大家 好了,這一節就要講講 照舊也是這個黑人運動 在全世界發生的事情 因為是有值得說的美麗的風景線又再現 這次就不再是在西雅圖 而是在亞特蘭大市 話說這次呢 其實我相信也是和疫情令到人窮有關 就是一間叫Wendy的漢堡包餐廳 Wendy是很出名的 當然香港人不太懂 可以說它是一間可以跟Burger King 和麥當勞比美的漢堡包餐廳 那些包都可以的 因為它的番茄都是新鮮的 一定是新鮮過麥當勞 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但是名字就不及麥當勞 當然 話說在亞特蘭大市 那這個餐廳那裡發現了有個黑人 就睡了在他的車那裡睡了 睡了三天 於是他就叫了警察來趕他 那怎知道他在先兩天那天警察來到 就發出反抗 他又逃走 當他逃走那一刻他 他怕得就是轉過頭 當他一轉過頭 那警察用一槍砰掛了他 在現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候 結果搞出一件大暴動 這一次暴動 結果那些人就去圍攻了那間餐廳 圍攻之餘 整間餐廳燒了 整間Wendy餐廳燒了 燒通頂 他們現在就是要求解散警隊 神經病 又是這一招 你說左翼人士要解散警隊 這個都是走一個極端 可以這樣說嗎 是 其實這件事發生了不夠24個小時 其實亞特蘭大警務處處長 這個Shulps已經辭職了 和亞特蘭市長要求將涉事的警員切職 其實已經有兩名警員被人停職調查 這次事件其實就是 佐治亞州 有些叫喬治亞州 調查局 調查今年第48宗警員開槍事件 其實這48宗事件當中 很不幸地有15人都是身亡的 真的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其實 還有現在這樣的風雨飄搖 還搞一些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真的越來越糟糕 當然有網友問我 這樣亞特蘭會不會 會不會選不到 或者他越來越難選 或者輸給這個 拜登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我是這樣看 我覺得他會不會 因為如果這班人 再是這樣 有很多事情搞 搞大 或者到處去示威 會不會激起一班中間人士 走到右那邊 跟這班右翼合在一起 說 社會現在要 back to order 走回這個秩序當中 back on chat 走回正常軌道的話 會不會把那些 游離書面推給特朗普呢 其實我 我是這樣看 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覺得可能會 是嗎 我是 就是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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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因為剛剛呢 就說他在這個 奧哈奧東邊 是那些人 查回當日 這個是白人的主義的頂城區 竟然都有人站出來 去聲討 去支持黑人運動的 protest 就是可以說 民情是慢慢慢慢 將這件事 就是這個運動 慢慢慢慢 向這個主流 進發 就是有些人接受了 喂 那些警察真的很過份 是不是用槍都扮人 因為 試過有一兩宗 就是白人 在公園那裡 八卦黑人 然後栽贓 被人拍到 那 就是這些事情 是這麼多年來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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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爆出來 目的就是 就是 其實可能是趁總統大選 這些事情是不足為奇 但是 但是 極端白人的 其實是少數的 其實如果這樣看 很多人是 而且是不滿 特朗普這樣搞亂的經濟 他做的事情 是 所有事情都是經濟 現在哪些經濟 能夠彈上去 特朗普才有什麼 有生機 但是有些人 這個又是要 科普一下 就是有些人說 哎 香港警察去學美國警察 那麼多餘 絕對是錯的 即是有些 現在有些男友說 香港警察就學美國警察 可以脫鞭片 又開槍 什麼什麼什麼 你沒有理由叫一些 就是 好人去學壞人的 香港警察 那個 就是 專業程度 絕對比美國高很多 為什麼呢 我講一個例子 其實美國很 就是美國是很荒謬 有很多制度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就是這樣 美國他有些叫治安棍長 其實就叫Sheriff 或者叫警長 就是一個棍的治安官 那他們呢 就是美國的細灘 就會怎麼樣呢 他都有一個監獄 好了 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有一個治安棍長 在美國的 每一個囚犯 本來是有一個budget的 就是 有一個budget 就是給那些囚犯吃飯的 但是 因為呢 就有條法律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治安棍長 在那個監獄裡 省到那些伙食費 可以自己代替他 那這條仆街呢 就 每日用一個七毫半美金 買東西吃 給那些囚犯 每人每日 一個七毫半 哇 是啊 那他 那他 就是他一年代了多少錢呢 就是 二十一萬二千元美金 哇 就是自肥得很厲害 自肥得很厲害的 嗯 說錯了 不是 他是 三年 應該是這樣說 三年 但是他買些垃圾給那些囚犯 那又怨氣有職願 是不是會 其實是會有職願的 而且是 就是 有法官呢 是 說有沒有搞錯 這個人 就是已經是 嚴厲批評了 他 還做了一個 court order 接著 好啦 就是有court order 好啦 但是 接任那個人 又變本加厲 基本上呢 就是 又是在那個 食物的那個 budget那裡 拔了出來 拔了十六萬 整天都有這些這樣的事情 根本上 不當囚犯是人 就是這些 這麼不人道的事情 其實 我記得 可能在中國 撰寫那個 美國人權報告 都有說類似的 但是他沒有說這一宗 其實有很多 美國有問題的地方 這次只不過是 借點意爆一爆出來 是不是跟他 美國外判監獄的事有關 嗯 可能也是 不是外判的 他沒有外判的 他有些監獄沒有外判 沒有外判都是仆街的 就是他自己 因為他有些法例就是這樣的 很奇怪 他就是可以 那些囚犯的那些伙食費 如果你節省到 就你自己代 這樣 嗯 嗯 那些人 那些人 很多是極有分子 混了進去 那些人 那些人 就圍著銅像 之後 就在那裡叫他 那些人 那些人 就一直在那裡等 叫做 嗯 那他就一直在那裡等 那之後呢 那些人 那些人 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行為 啊 是 結果 就 後來他就去 跟那些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 支持黑人運動那些人 打 就打到他們 飛起 百多兩百人 就這樣打 結果抓了百多人 那 他們就說想拆 那你拆我邱吉爾 我就拆你 麥德拉 於是現在 英國警方呢 就說我們收到訊息 你既然想拆麥德拉 想拆邱吉爾呢 就由英國警方 就起了個圍板 圍住他 總之 你們在那裡搞 沒有人 沒有人准备這些銅像 這些公家的東西 絕對不准备 我們都是 是啊 有些人就抗議 你這樣做 就是侮辱我們 我不管你 這樣說 但是這幫白人呢 是無聊到一個地步 走了去海德公園 就看到有些女人 坐著在那裡 霹靂野餐 沒有飯的 是不是 就走向他們 吐口水說粗口罵他 就被人拍到 完全拍到 這幫 這幫根本 就是所謂 一群流民 但是就藉著說 我是白人主義者 披著這些外衣去行惡事 於是Boris Johnson 就走出來 披著他們 說這幫人是 一幫歧視的流民 種族歧視的流民 其實極右分子 很多都是一群 Loser 你們那邊也是 海德公園 我們是海德公園 我們警察是 圍住了這個 海德公園的 Captain Crook 曲克船長 我們這邊也是 是的 有一幫人就是 有一幫土著的領袖 他們說 什麼呢 可能會示威 違反了我們的限聚令 雖然現在我們是 已經開放了很多 但是 人太多的話 其實 都是會有這個危險的 我們都講過 其實 維爾本那場示威 就一個人是 測到中了19 但是那場示威 他有過萬人的 所以這一萬人 都不知道有沒有事發生 暫時來說 還在追蹤 還在跟蹤 但是你示威者 你隨時可以加入 是不是 現在 現在我們這個 Captain Crook 都是 叫做 有單新聞 我不記得說的 就是這個澳洲的總理 道歉了 就不是為了Captain Crook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他說 美國為什麼這麼嚴重 是因為美國有一個奴隸制度 他說 澳洲從來都沒有 沒有奴隸制度 誰知他 第二天 就馬上出來 他跪下 哎呀不好意思 我的評論是又不對的 澳洲曾經都是 奴役那一批 叫做 土著的人 就是 死氣氣 其實這人的心 都是那種人 是吧 當然 當然 其實可以這樣見到 其實這班所謂極右的白白人 所做的事 令我想起 香港很早陣子的所謂踢箭 沒錯 所以就是踢箭事件 整班人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一班 流民 掃諸武力 然後美其 明為我們政治主張 你用政治來包裝自己 不當的行為 是一模一樣的 嗯 嗯 嗯 那現在其實這件事 其實不單止燒到英美世界 現在連非洲都是燒到的 嗯 就是說這個叫做 南非呀 北非呀 南非 尤其是南非已經有人站出來在那裡吵 啊 就是 是慢慢 而今天好像連東京都有人站出來抗議 是變成一個很大的事件 是全世界的事件 當然啦 最奇怪的是 香港 香港有人就是去反對這幫人的 這一個就是 以陶傑 高惠賢為首的那一批人 就在那裡說 這幫人啊 怎樣怎樣 不停在那裡說 就是說 左膠 一個不什麼 第一件事是標籤左膠 先 高惠賢就說 那個 George Floyd 他是一個罪犯 怎樣怎樣 說這些 但是人命 是吧 嗯 除了 除了 邱吉爾 還有布里斯托城 曾經都收過我的大學來 幫我沒有去讀 其實呢 有一批人 6月7號 就推倒了111座獎 就叫 愛德華科爾斯頓 其實這位呢 就是十七世紀英國商人 和英國的議會議員來的 其實呢 有人就說他 是殖民主義者 和做過這個黑奴販賣生意的 所以就很討厭他 所以呢 他就 當時呢 這個 這個 其實他也是 受這個英皇 托他這樣做的 老實說 你不是上面 皇室叫你這樣做的 就是當時十七世紀皇室 還是有影響力的時候 其實呢 科爾斯頓呢 其實是當時 皇室 非洲 是一間公司來的 管理的 管理層的 就參與了 很大批的黑奴貿易的 那 就是 其實他都是一個人頭 說句老實話 這些 是 但是諷刺的 如果說世界上 第一個國家 文明說 廢除奴隸制 又是英國人 哈哈哈 所以 所以 所以無論你怎麼說 其實都是 就是 其實都是 這個 怎麼說 就是 英國人 你們說他怎樣都好 他是 反奴隸制 在先 所以大家見到 虛偽都好 但是其實 真是有做的 這個也是實際 真是有做的 就是英國人 反奴隸制 是先過美國 南北戰爭 這個才是最諷刺的 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邱吉爾 這麼多人討厭他呢 因為邱吉爾 就經常說話 都是 很有爭議 第一 就是其實 他都發表過 反奴隸的言論 還有 帝國歷史上 有些人說 是最羞恥的一段歷史 就是 1943年 印度饑荒時候 邱吉爾是一元都不給的 那時候 印度是英俗的 沒有記錯的話 那時候真的是 絲橫便宜 死了很多人 印度 還有 但是有一點 就是 你是一個事實 就是 邱吉爾其實 在90%的白人心目中 都是正面的 波波 你左右也好 其實我覺得 都是比較 覺得邱吉爾是一個正面人物 因為其實他帶領了 應該這樣說的 他帶領了英語世界 在二戰這裡 抵抗了德國 那些人覺得他是帶領 他是維護了英語世界 或者西方世界 去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 他是第一個 他除了打低希特拉之外 他是說出了鐵幕這兩個字 去對抗蘇聯 他是完全塑造了冷戰 應該怎樣玩的格局 是他來帶領 因為當時 就是 羅斯福就死了 蔣介石就 就是 在當時 西方的世界是受到 蘇聯的壓迫都很厲害 他仍然是只有他一個 站在那裡 對抗史太林 是他塑造了這個格局 而當時最嚴重的是 羅斯福死了 而現在 杜魯門上來 他的國際經驗是不夠的 杜魯門 經常被媒體說他很7 是的 因為他是不夠的 那個國際經驗 他本身是一個副總統 他不打算會 臨時拉夫的感覺就是 臨時拉夫的感覺很濃 是的 其實他是夠格的 老實說 做個副總統 我也覺得他是不一般的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頭實在太厲害了 不僅如此 他頭直接瞞他 瞞到一個地步 我們在弄原子彈 這件事都要瞞 杜魯門 他不知道 他是會不知道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會這麼崇敬 邱吉爾 他們是需要找一個印象 當時所有人 包括我們的勢很弱 蘇聯的勢很強 有錢人 資本主義的世界裡面 他們要找一個人 去做印象 去對抗 東方 中國有毛澤東 蘇聯有史太林 我們要統一的人 所有英雄 不在這裏死靜邱吉爾 那當然是捧邱吉爾 是這樣的 當然 其實邱吉爾對於 英國人來說 都是一個十分正面的形象 所以剛才說的 那些 叫做噴克他象 說要拆他象 其實正常的都是不好的 不喜歡 所以其實這場運動 你看到一件事 邱吉爾 你說推到他的仗 其實是少數族裏的人 比較多 但是 在美國現在這場運動 其實很多白人都有參與 這是我看到兩樣不同的事情 因為其實 他們叫做打的對象不一樣 邱吉爾其實是 事實上 所以說 他依然是很正面的 還有你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裏 叫做前英殖民的 多少條街 是用邱吉爾的名字 Church Avenue 這些全部都是 證明他都是有一定功績 才會下到名字 雖然都是政府給的 所以 是的 其實是 有些類似於 這個英女王 沒有人碰的情況 是 但是他 他兒子上台 就帶Q 可能連這個 他兒子很麻煩 如果他的孫子 就沒事的 其實現在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 但是沒有可能是直接給孫子 只可能 怎麼說呢 只是希望 查理斯沒有這個英女王 這麼長命的 其實現在很多 其實我自己認識很多 寶王派的人 都覺得 如果是 超市上去 那個王室 就可能沒有 整個英聯邦 就是要超市 要短命的 是的 他們就是要超市短命的 其實現在他們 每個人都在祈禱 就是這件事 當然他們不會說出來 就是朋友之間 聊天就說 其實 其實Charles 他真的 統領不到大局 如果他做 King Charles 就不行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現在是在等著這個 威廉 澳洲又派了一些政黨 都知道 這個威廉 叫Charles 在英國 歷史上 都不是一個很皇帝 哈哈 店頭台 是不是也是 Charles first 就被人斬了頭 是的 好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拜拜